今天教大家一个鸡爪的新吃法 不煎不炸 全程不需要用水 鸡爪软糯脱菇 鲜香可以肉弹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准备鸡爪500克 把鸡胶汁煮个斩掉 生姜切整片 小冲头切整段 放在一起 再抓住几粒冰糖备用 碗中放入两粒八角 几片香叶 另外再准备适量的啤酒备用 下面我们把鸡爪焯压水 锅内烧水 放入鸡爪煮两分钟 去除里面的血水和杂质 然后把鸡爪倒出来 用清水洗干净 沥干水分备用 锅内烧油滑锅 滑好锅以后 倒出热油 留少许的底油 放入冰糖 用勺子敲碎 冰糖全部融化以后 放入葱段和姜片 把葱姜的香味炒出来 炒出糖塞 然后把鸡爪倒入锅中 颠锅翻炒给鸡爪上色 颜色炒均匀以后 倒入啤酒 芭蜡椒和香叶 啤酒的量 要磨过鸡爪 加入生抽10克 食盐2克 颜色不够红润的话 再放入一点老抽调色 大火烧开以后 转小火 焖煮30分钟 把鸡爪焖熟 让其吸出汤汁的味道 30分钟以后 把锅中的香料挑出来 转大火收汁 汤汁收汁 弄于碾稠时 即可装盘上桌 技术要点 一 鸡爪要提前焯水 去除穴汁 否则会有腥味 二 喜欢吃辣一点的 也可以放一点辣椒进去 吃着更加的过瘾 好了 这道软糯脱钩的啤酒 焖鸡椒就做好了